其實是否正式全面復工 在我心目中是沒有 因為我們原本的預計計劃是2018年 我想是年中至年尾 原本會出了歌 但我們覺得記者們很神通廣大 很早 早到我們都不知道在哪裡出現消息 大家早了知道了 我覺得值得開心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收到很多工作邀請 真的很多客戶 很多工作機會 所以我們覺得那樣工作特別適合 我們就開始做 但比我想像中一切都早 亦因為這樣 我就要提早要恢復狀態 因為我原本想著可以先夏年 才做運動 但真的在一個半月之內 就是全靠做運動 意志力 控制自己的飲食 去回復狀態 我覺得這麼久沒有唱歌 沒有出席活動 狀態很重要 唱歌的那部戲是很重要的 要練習 要平衡工作 家庭更加要體力 所以我就全靠做運動 謝謝這件事 也有十多二十磅 還需不需要再減嗎 我覺得不是減肥 反而是 我覺得現在體能變好了 比之前有運動 我喜歡做運動 這個是意外收穫 但阿聰最近被無線封閃 有影響嗎 那個消息 其實他之前也有聽過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 我們在消息傳出之前 已經有聽過 到消息傳出之後 大家知道了之後 我們反而收到很多慰問 真的有很多 平日不是吧 很多見面的前輩也好 同輩朋友也好 很多人打電話慰問我們 發訊息 也有些朋友很搞笑 很擔心我們生計 很踴躍要介紹很多 有朋友做廣告的 就介紹很多工作機會給我們 我覺得很替他開心 大家很疼他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他 其實工作安排 已經早安排好了 他自己也回答了 其他那些就 蘋果優惠 開藍牙定位 附近驚喜優惠 隨即到手